大家好,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牌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甘肃兰州 这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这座桥是跨越黄河的铁路桥 现在有一列客运火车正在通过大桥 向兰州火车站驶去 我现在在距离这座桥大约200米左右的另一座民用桥上 这个位置刚刚好,正好可以拍到大桥的全貌 距离有点远,看不清车上的水排 不知道这一列火车是从哪里开往哪里的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活了30年,第一次见到黄河 第一次看见火车跨越黄河大桥 又为我的旅程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这条铁路线叫包兰线 一听这名字,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没错,它就是连接甘肃兰州和内蒙古包头的铁路线 包兰铁路于1954年开工,1958年通车 全长99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 是国铁一级单双线电汽化铁路 这条铁路目前通行的火车比较少 刚才那一列火车还是在17.28分的时候拍摄的 而现在已经是傍晚19.51分了 这中间只有一列货运火车通过 但是我没有拍 现在正在通过大桥的这一列火车呢 是从西宁到呼和号特的直312只列车 我就是等它才会这么玩的 这列车从新宁出发的时间是下午16.30分 不算是尾站,沿途停靠,15座车站 在次下午13.42分到达呼和号特 全程运行16小时21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